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去世后 有不少不怀好意的人来打白青鹤的主意都被他一一拒绝 那些人怀恨在心 有事没事经常给白青鹤添堵 母女俩的日子变得愈发艰难 有一年夏天 白青鹤的女儿刘小翠突然患上重病 整个人奄奄一息 白青鹤为了能赚钱给女儿治病 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好几份工 整个人疲惫不堪 终于有一天 白青鹤再也支撑不住 再去坐火的路上 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当他再度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的房间里 他连忙起身 却被一个面如怪的男子制止 男子表示 他是白青鹤丈夫的顾娇豪马基末 鬼乡时 发现了晕倒的白青鹤 这才将他救到家中 白青鹤此刻身体虚弱 应该好好养病才是 白青鹤一脸焦急地表示 自己的女儿危在旦夕 她没有心情在这里躺着 妈寂寞严明 白青鹤女儿的事她已经知晓 如今郎中已经为她开了房子 不日即将全意 白青鹤大喜过往 立马向马基末道歉 马基末连连后腿 表示白青鹤的丈夫对她有恩 她做这些是应该的 不需要白青鹤道歉 从那天开始 马基末对白青鹤虚寒闷暖照顾有加 白青鹤也渐渐忘了她的王夫和马基末走得越来越近 终于在两年后和马基末拜堂成亲结为夫妻 二人成亲后 马基末将刘小翠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待 白青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常常感叹自己没有看错人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颠覆了白青鹤的想象 刘小翠到马府半年后 突然被郎中拔出了喜脉 夫妻二人来到刘小翠房间 问她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 刘小翠却将手指指向马基末 马基末打吃一惊 让刘小翠不要乱说话 刘小翠却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马基末 马基末正准备说话 白青鹤却跟她闹了起来 片刻后 夫妻俩脸上各多了几道伤疤 他们怒气冲冲地对峙着 一旁的刘小翠却捂着嘴偷笑起来 夫妻俩看到这一幕 就关上门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房间 到房间后 马基末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真的没有动过刘小翠一根手指头 白青鹤自在相信 自己错怪了丈夫 二人一番商议后 决定一起查出真凶 片刻后 夫妻俩房间中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声 刘小翠听到声音后 直接笑成了一朵花 第二天一大早 马基末就摔了而去 而白青鹤则是悄悄躲进了刘小翠房间 到了晚上 刘小翠见白青鹤夫妻俩一直没有回来 就将管家独孤旺叫到房中私混起来 完事后 独孤旺问刘小翠 这是被白青鹤夫妻俩发现了怎么办 刘小翠表示 但是现在夫妻俩已经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之计 这个家很快就要散了 届时他答应独孤旺的事自然会办到 独孤旺大喜过往 继续和刘小翠私混起来 白青鹤趁着二人分神的功夫 偷偷溜了出去 不多时 他带着麻吉末一起来到刘小翠房中 独孤旺见到夫妻俩后 吓得立马跪倒倒是刘小翠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白青鹤夫妻俩问刘小翠为何要这么做 刘小翠表示白青鹤忘了他的夫妻 他却没有忘记 他就是不想让白青鹤和马吉末在一起 哪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白青鹤文言面色苍白 问马吉末该怎么办 马吉末言明 刘小翠乃是被心魔附体 如今只有送到尼谷庵里 才能帮他重获清明 白青和新人同意 一年后 刘小翠走出尼谷庵 此刻的他内心一片祥和 他来到马府 给马吉末二人送上祝福后离开此地 再也没有回来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